4月23日的岳余談 今天想跟大家談談北韓獨裁者金正恩的下落 究竟他是不是死咎了,還是他仍然健在呢? 坊間裏面很多媒體都不停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或者發討討論究竟肥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我想肥仔金的情況現在是怎樣 我想不知坊間這些花生有興趣想知道 當然特朗普、文在寅和史詹片 一直都想發肯閃閃的特工 可能特朗普叫了湯告老師 英國叫了Daniel Kray 去打探 How come there is no news about General Kim? Where the hell is he? 在找肥仔金的下落之謎 為何肥仔金這樣做得到 真的玩得到全世界的焦點都喜歡在他身上 肥仔天生有專注力 希望大家在關注他 經常都會做一些小動作 讓大家知道 世界上在朝鮮半島裡 有一條七輪叫做金正恩 大家一定要看他去看台戲 肥仔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就是事源於4月15日 北韓有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叫做太陽節 主要是悼念他們兩個已故的領導人 金正日和金日成,是肥仔金的爺爺和他父親 應該是紀念那些忌神 既然紀念過去的先烈領導人的忌神 還要是現在的領導人拿莊,爺爺和爸爸 當然肥仔金要出現,你也要鞠躬過宮 但奈何肥仔金完全失蹤了蹤影 缺蹤值了一個這麼重要的日子 隨即坊間裏面有很多stipulation Where is Kim?肥仔金去了哪?肥仔金是否有事? 甚至有很多推測就是懷疑金元帥是否中了中國武漢肺炎 或者糟糕死了,病了 足之這個怡團到4月21日 美國媒體CNN出現一個report 他說金元帥應該不是中了中國武漢肺炎 不過他好像先早一樣 歷代三代人的心都有一些問題 應該進行這個通波仔手術 金元帥做通波仔手術 當然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你看到他36歲人 屌你老美五呎七吋高 屌你老美一百三十多kg 即是老鵝雙倍的尺寸 胖得很糟糕 你猜他有沒有心臟病 通波仔 糖尿病 高血 膽固醇邊高 失血管 三肢金油酸邊高 那些Kick Clark 肯定有 我猜他痛風到不得了 兩隻腳 人家屌你老美 關節頂他不相信 主要就是一隻狗子過半 以及吸煙、飲酒 或者工作壓力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工作壓力大 是不是每天屌你老美 看看朝鮮的新聞 和看朝鮮歌舞團 太勞累了 Anyway 就是因為這個通波仔的手術有些意外 可能金元帥分分鐘已經是雲歸了天國 又或者甚至有些fake news 就是不停在串他 是老幹的死亡 總之謠言滿天飛 偉大的特朗普在這個moment裡面 立刻發揮他一個英明的判斷力 他在質疑他經常散布fake news 在CNN 究竟你這個報道有多堅強 不過他也沒有踩到那麼順勁 因為他也可能有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也當媒體問到他 究竟Mr.Trump 你知不知道General Kim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說他也不想地退 但是他在質疑CNN的報道 究竟有多堅強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他希望金元帥 吉人天上 Wish him well 他也說他也覺得金元帥應該is doing fine 這樣說 當然同時之間 這個史詹評也都是 發散了他的特工、戰狼 他了解一下這個金元帥的情況是怎樣 無他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從匪國的後門、後花園 他當然不想北朝鮮有什麼 三場兩短冬瓜豆腐後欄起火辣著春袋 最要緊的就是 確保肥仔今場命八歲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龍精、虎慢 保住這個政權 保住在北朝鮮上面 保住這個南韓 不要讓他的民主進程 民民統一、民主統一 後欄變成民主自由角度 所以他確保金元帥一定要長命八歲 亦有一些新聞報道 中國其實有一支兵有幾千人的特種部隊 確保金元帥的政權是怎樣 美其明確保 其實只不過是監察著這個金元帥 究竟屌起龍尾他有沒有什麼 三場庫短、頭暈新興等等 這些都完全明白 但是我就覺得奇怪 如果金元帥真的有什麼東西出事 屌那星 為什麼在目前來看 我亦都看不到有什麼大的動盪呢? 我想在美國那邊也有他的間諜衛星在天空上面 夾鉤著屌尼路 北韓裡面究竟會不會有什麼軍隊的移動 人民的遷徵 因為一個不小心 政權爆咎了幾百萬的機民 湧咎到他 屌你老米 過了一個鴨陸桿 踩回到這個中共裡面 你也別說史詹平 在這個時期 又在打貿易戰 屌你老米 這個國家裡面的黑龍桿 又被和蘇聯這間 俄國這邊的 屌你老米 中國武漢肺炎又炒熱了他 全國說要復工 又沒有訂單 香港這邊 屌你老米 駱惠寧 又搞了這些傻事 將香港變為一國一制 被人屌到飛天 自己國家的銀根短缺 又不能夠美金花 頭都行勾埋 如果一個不小心 金仔就有冬瓜豆腐 湧咎了北韓機民下來 屌你老米 那些史詹平 真是周身都不想得閒了 所以我相信目前最想頭銜的 一定是這個習維尼 否則就應該是 否則就應該是 那好吧 但是 最害怕的應該就是 左膠總統南韓的文在寅 但是南韓這邊又不覺得有什麼 同時之間 這個 金正恩 他旗下 他的妹妹 三十鬆一點的 金宇正 有些人說他多索 我就看他相順非常薄 相順薄過下順 我猜他應該都幾難 要控制的角色 那麼 大權已經在他手上 所以整件事就是 under control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好了 大家可能會問 屌你老米 在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 是不是有個好像 坊間那樣說 金仔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有幾個疑點 我昨晚都和 方展博 聊過 究竟是不是北韓 現在有很大的 統治權改變的危機 如果 你真的要做一個 通波仔手術 我昨晚和 老友記 表總理西瓜頭 聊過 西瓜頭 一個不小心 就會問 他相信 金宇正一定是 金正恩 有什麼忠實的拍檔 還有他親生妹 雖然 尤其老米 獨裁政權 富貴人家 也好 執政人家 也好 也沒有什麼親情可言 但是既然很多事情都交給這個妹 所以很多事情都應該是值得他信賴 那麼 找誰 跟他做這個通波仔手術呢 如果我後來看回 應該找一個瑞士的醫生 跟他做這個通波仔手術 以及通波仔有什麼 這麼艱難的問題 照計都不會死 你找那個什麼 太金屬血管也好 什麼都好 以北韓雖然是孤僻一點 沒什麼錢 但是要找一個 窮一角之力 怎麼都會搬到一些回來的 金宇正同時之間 會不會威脅著這個瑞士的醫生 喂 你不要 你不要拿流灘 我哥哥有什麼 冬瓜壽腐 你不要指望有得走 你全家都可能會有機會 炮訣和犬訣 這麼簡單的手術 會不會有問題 做了出來會出事呢 我們都抱著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但是為什麼會做完通波仔手術 就不想見了人呢 我們都是大家三個人 我呀 西瓜頭呀 方展博呀 都有想過這個問題 後來我馬上看回一些 尷尬的書仔 看回尷尬的書仔 三角裏面有一個人物 我就馬上想一想一想一件事 就可能仿然大午 通溝了 大家不知道 三角盡歸司馬爾的故事呢 到這個魏潮 曹操收皮交給曹操 曹操交給曹操 曹操托沽給司馬爾和曹爽 當時大家都知道 這個紀朝的重臣 到後來是吞溝了老闆赴天下 原來司馬爾最厲害的就是騙老闆 原本早前曹操打天下支持 已經想找司馬爾幫他打天下 但奈何司馬爾覺得曹操這個狠樣 太監之後 太監收回來的二子明星不太好 我司馬爾一家 歷代都是文人雅士 曹操幫死人無奔舟的人 打工 不可以 所以他不太喜歡 曹操在太監之後做事 後來曹操越來越厲害 三催四請 他竟然假裝病 但他自己不可以動 寒風、邪風入路 好像現在的中風 行動很不方便 曹操也曾經看過他 見到他這個狠樣 真的屌你 吃東西的時候 不可以動 放狗過他 後來當曹操的勢力越來越厲害 建立這個魏國之時 再邀請他出山 他說以後都不能找得走 再走就真的不能想 深水清他都知道曹操看得到巨台戲 今次就不肯再辦病 幫他扶植他 直到他幾代人 直到他的孫子 曹操死了 托沽給他 和曹操 曹操有很多工作上的爭執 一直被曹操 不要想讓曹操 亦都是用這一招 炸病 炸病 炸病是怎樣 今次又是扮他 又是中風 批乃坦 抬他出來 口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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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女兒餵他吃粥 一半跌一半跌 跌到整件衣服都是 這個曹操不如有責 當然不夠他先祖曹操 那麼勁抽 逃跑去打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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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跑去打蝶之時 司馬爾就知道 發為是時候了 立起了家瀑 老友記 死事 約了三千人 曹操 這個曹操 逃跑去打蝶的時候 把他所有掌管的機關 聯絡其他反曹操的 一些志同道合的分子 立起了 曹操 老母軍政機關 協定協天子 以令諸侯 以制正宗 將曹操 拼棄在城門 好來得到最後 要求回他進來 但是全民部都叫欺蟹投降 即是他全民部 收監 斬頭 殺人 什麼想都好 到最後 將這個魏朝 都進入了司馬爾的天下 炸病這一招 為什麼跟金正恩 想回頭 大家猜不猜到呢 大家聰明的你都可能會猜到 當現在的情況 中共都死了 臘肉 八國聯軍 什麼事情都不想 當然要找兄弟去撐勾 正如你 有時候牛底的時候 當然要叫朋友出來撐撐你 給你信心 站在你後面 給你威勢 臨兵鬥者 列陣待前 但是在這個moment裡 心水清的你都會見得到 老奸巨劃 如Donald Trump 都被金正恩玩過兩次 還要在越南開會的時候 拍檯不夠開來走路 堂堂威等到Trump 都沒有這個金正恩負 史詹品 你以為使不使得動 金正恩幫他 撐勾他這個鐵打的歌門 大謊說 中共也曾經派過過百萬的人 過鴨六缸去支援他 抗美援朝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喂 肥金你不肯幫我嗎 屌你老母 我們有這麼久的交情 可能肥金就想你也要殺案的 屌你老母 我現在幫你 你也在死的臨頭 屌你老母 大軍壓境 屌你老母 兵臨城下 屌你老母 亡國在職 你沒有人挽救我 他肯定是屌你老母 私底下 會不會跟Donald Trump 聊天 告訴他 我不肯想跟這個大哥 但是這個大哥 整天都屌你老母 要收我做呢 我真的沒辦法 那怎麼辦 最後就想了這一招 以推為進 裝病裝死 屌你老母 逃避這個中國五的耳目 就算他搞咕他 那時候也沒辦法 找個妹妹來做黨戰牌 而是他自己躲起來 享享享世界 屌你老母 避了這個風頭 等大哥被人砍咕死 那時候 別有一番景象 那時候北韓印印腳 和大家西方勢力 再經過天 想有什麼好處 令到他自己的政權 可以穩餘 泰山 繼續可以 炭酒炭美女 騎白馬 大家是不是這樣說 大家 再不想信 我再說多一件事 給大家聽 這位說我又老人 怎麼做燈神 就是這個金正恩的老爸 金正日 是一個瘋狂的電影迷 曾經去綁架這個摧人機 幫他拍電影 就是在香港裏面發生的 拍了一個怪獸片出來 我有理由相信 金正恩一定是留下了他老爸 金正日 很多這些電影 這些酵配 看著全世界 全部這些優秀的電影作品 當然是包括我們香港的港產變 我不肯知道金正恩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虛霸抓聚人兵團》 當中有一幕 吵你老美 吳鎮宇飾演的刀仔 被人撿了生死丑 要去搗亂敵退胖派的仇虎 幫他的飛鴻哥報仇 嚇到吵你了 這次又怎樣 他就脫脫了 就被夏萍姐指指的路 叫他吃老 可能金正恩就是想到這一幕 就是用一用腦 炸病炸死 就避難了 就不用避難 他大佬習近平 叫他出來擋子彈 這些按鈎的行為 大家想想是否有道理 我有一注讀買 金正恩絕對不會死 金正恩絕對沒有問題 一天就吵你老母 好想想一下不久的將來 金正恩完歲 肯定是駕駛著他的馬 吵你老母 小孩走出來在一場白山中的紅芝 再和大家見面 別說我說 你可否檢討錯 反正我也沒有檢討過 就讓我燈錯一次 燈神這樣 希望金正恩 長命百歲 絕對沒有問題 習近平死都未等到他死 他要